下一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第四届学习者教练 最佳教练的其中三位的最后一位 他会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的彩虹教练 好,让我们先请出他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第四届学习者教练贝彩虹 我要感谢玉伯乐讲堂 主办万人学习者运动 也感谢张美香老师非常用心的授课 身为学习者教练 我要认真看待自己的声音 因为老师是全世界最应该了解自己声音的人 我一直以来都很欣赏声音有弹性 大有旋律感的人 接下来我要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 并好好用老师的五个方法去锻炼声音 尤其是老师说的声音上下楼 这次的教练培训 我鼓起勇气做第一次的教学示范 做了过后我才深深了解到张美香老师说的 我到底要教会学生什么 从在课进入课堂 还是满身做到教学立体化 我们都要很清楚了解 我们教了学生 他们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活学活用我们的五个感官 是我接下来感同游戏部分需要磨练的地方 在学习者思维 我对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深刻 故事定型就是你的品牌诞生了 我看见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 透过反思 我愿意对外做分享 分享一个喜悦 我在20多位伙伴面前 用自己在学习者教练之旅 学习到的知识 好好输出去 得到服务的反馈 与这份认可 让我更坚定的知道 这条学习者道路 是要坚持下去的 谢谢大家 我们恭喜我们的学习者教练 彩虹教练 他是一个学习力 反思力非常强的 教练 他不只是用心做分享 而且你在他的表达分享里面 可以充分的感觉 他的声音上下楼功夫 他的节奏 重音 断句和技巧 他是一步一步的 在让自己的学习产生改变 那他更是带动学生 家长老师 走向学习者之路的 这个身体力性的好教练 好代表 那我们欢迎彩虹教练来说几句 美香老师好 各位教练好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从第一届走到今天 真的是看到自己的成长 美香老师说的一句话 学习者是跟自己比赛的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不想跟其他的人比赛 我只是当所有的教练 是我学习的对象 这次可以获得这一个是 我觉得好像是特别特别感动 我自己不知道会这么感触 所以谢谢美香老师 这条路上呢 我们会一直走 走到我们一起完成 万人学习者运动 谢谢玉博乐讲坛 丽莎老师的付出 还有美香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彩虹老师 哎呦 我也是被你感动到 听听张美香老师说什么 其实我能够理解彩虹老师 为什么那么激动 因为我真的是一步一步看着你 每一步都踏得很稳 每一步都是很认真的 所以你给我的鼓励也很大 因为每一届都看到你 我就知道自己也必须成为一个 一直在进步的学习者教练 在下一届的这个学习者教练5.0呢 我们将要干什么 因为我从这一次的这个教练的回应当中 我觉得我可能要更开拓各位 举一反三的能力 因为目前在这个教育界里面 自我创造的能力 是一个很必要很关键的要求 可是我们常在想 究竟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比较会举一反三呢 举一反三这个能力 能培养得出来吗 那我们大家在5.0的时候试试看 在此也恭喜我的两位教育伙伴 佩环教练和IV教练一起毕业啦 恭喜下一位获得认证的是 佩环老师 他目前是一名家庭教师 佩环老师最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已经开始 Tech Action 他在他的分享里面 已经展开了他的这个实际操作 这个是梅香老师特别赞赏的 他就是IV教练 让我们掌声恭喜他 他是一名新加坡MOE认证的 幼儿老师哦 蔡惠敏老师 IV老师的声音非常有亲切感 那他的感受力也很强 美香老师期待呢 您有更多的这个教学的故事 以及更多的这个启发 在孩子身上的这一些点点滴滴 要加油哦